142 《經濟日報》,台灣,台子旗悲觀情緒不減下 封無任何軍線支撐上方空頭牌利外之保守看後市 2015年7月10日上市貴公司 6張瑞益台北報導美股週三重賽約1.5%以上, 費成半導體指數大跌2.62%, 導致台子旗作9日直接跳空開低在8800點附近, 現貨開盤後期自在殺到8724點, 隨即買盤回籠,配合6股與港股的強彈報章, 台子旗一度接近平盤,為中場營以下跌72點作收, 失手8900點,考量現貨隨息影響點數約37點, 收盤實質價差轉為逆價差4.13點, 如救濟選擇權波動率指數續創兩年多以來的新高, 上升2.04至17.52%, 顯示市場悲觀情緒不減。 袁大奇科表示,就技術面來看, 台股成交金雅縮減為1290億元, 仍維持千億以上量銀, 不過加跌量縮隱約透露恐慌性殺盤有所緩和, 各類股旗只全面以開低震盪的小紅棒作收, 雖國際股市止跌回穩, 台子旗跌勢暫時止住, 但其棒低點再度下移, 下方以無任何軍線支撐, 以上方短中期軍線也逐步形成空頭排列, 對控方刑事較為有利的局面, 在台子旗正部位方面, 外資小福加馬正空單326口至7146口, 可見外資法人並沒有因為 台子旗跌勢縮減而改變偏空的態度, 對後視看法依然保守。 按照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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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